市场的整体评价 包便不易 但虎哥的风头意识无人能敌 我倒不说虎哥的经济公司 唐人确实担得起造型工厂 这个称号啊 唐人影视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它可是曾被市场誉为 制造精品的实力派公司 并且唐人善于创新 敢于启用新人 比如虎哥 刘诗诗和林刚新 蒋进夫这些都是被唐人影视 从草根捧起来的明星 不过唐人捧红的多 解约的也多 林刚新2011年出演了 《不不经心》里的十四阿哥 并且凭借这个角色 拿到了数个最佳新人奖 行路本该是一帆风顺 却选择了和老东家唐人解约了 解约之后的林刚新 单枪匹马杀出了一串血路 2013年9月 林刚新在许可导演的动作片 《敌人节之神东龙王》中 出演的是《衣冠杀的国中》 凭借这部电影提名 第33届香港电影机枪奖 最佳新演员奖 给自己拍了一个好头啊 最后又主演了《同桌的你》 《痞子英雄之》 《黎明生气》等众多作品 资源多到像台卦一样 合照领搭档的 《楚桥传话》的热度 可不输热播的烈场哦 而且到达了他的颜值边峰啊 林刚新如今的发展 已经不同于在唐人的时候了 不仅资源好的报应 这也是得到了生还 相比林刚新同时解约 闹上法庭的蒋经夫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其实蒋经夫解约官司 和林刚新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时林刚新一案的判决是解约 然后赔钱 而蒋经夫此次的判决 却是不解约还要赔钱 蒋经夫父亲还是弄巧成拙 坑了自己的儿子呀 蒋经夫解约不成功 不用想也知道 以后的路不会很好走了 到现在为止 蒋经夫叫得上来的 电视剧电影却没有几部 基本上已经调成了18件了 林刚新和蒋经夫 都是胡歌在上海西剧学院的师弟 毕业后有都进了唐人 成为胡歌的后卫 但是林刚新和唐人解约 开启了自己的心轻路 蒋经夫和唐人解约 就毁了自己的心路 同为胡歌的师弟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真是让人唏嘘 不过在以后漫长的演艺道路上 还有无数的未知 现在蒋经夫也已经有了 自己的工作室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看看他如何在以后的 进行